来泰国安家第一站一定要来这里泡泡汽车市场 来泰国安家那你想买各种生活用品的时候 第一站你要购买你既便宜又全又大又多的 那第一站一定是泡泡汽车市场 这里有什么给你看一下 各种桌板啊小一点 卫生间的一卫生硬件啊 各种差异的啊都有 大小大呢 车板 看570度它是多100多块钱 7月80台钱的那边有一两三台多的 各种下位的都有 下面的话有各种地点 坐点都有的 还有简易的衣服 那边的话料衣服的话 是有各种衣架 这种鞋抓子啊 各种还有孩子用的本啊 笔啊各种齿啊 那边的话有很多玩具 玩具的话也是给各种商场啊 市场啊卖的便宜的 这种儿童的小冰箱啊 那边的话有文章 各种玩具啊 各种牌子的文具用品 本啊笔啊还有小黑板啊 然后有竖架啊什么都有 在这边的话一般情况 合计学校的买 没什么作业 其实有作业呢 学校都是大很多的 没需要买各种本啊 学校的要求呢 会买出白板 这边都有卖的各种情号的 人籍啊都有的 然后你们会需要电价房吗 那边的话有很多的 而且非常容易 还有一些比如说 片段啊 这种一些东西 然后啊 各种东西啊都是有的 比如说你 哦 差点砸了我 有时候你租的是别墅 那就是说需要除草坪的这些 除草坪的这些除草坪的这些 除草坪的这边也就卖了 电键除草坪的这边都有 当然啊 店员相拍啊 什么的那边都有 这里的话像各种情况 除草坪啊什么都有 一三盒啊 这些都有 还有吗 除草坪的安用的这个 两边这个 两边像在泰国的话 就很易想很少能买到 在这儿的话也是有两款可以 没有咱们 你关门就特别习 所以就感觉这样 不一定顺手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好 大概超市啊 麻烤啊 莲花啊 都是没有卖的 这个市有一个 整理账 但比这个要粗很多 这个还相对顺手一点 这个都是价格的话 就是 七块钱 垃圾桶 大小垃圾框啊 或者衫 衫 衫啊 这种 我们都把 紫金啊 什么的都可以买到在这边 还有呢 就是儿童的运动 像冲钢球啊 里方球啊 足球篮球啊 各种合肌用品啊 这里都是能买到的 非常的选 而且价格是 以所有商场里面最便宜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